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近日,在肖战和庄达菲主演的新电影《射雕英雄传》还没有定档的情况下 网上有所谓的知情人爆料这部电影已经掉档了 原计划是暑期档 但是目前看起来要掉档 还言辞早早曝光了掉档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 知情人透露这部电影的后期制作过程时间紧迫 没有办法敢在暑期档的时候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大概率会在国庆上映 拭目以待 据悉 网上有所谓的知情人曝光 肖战和庄达菲主演的新电影《射雕英雄传》掉档的原因 本来是安排在暑期档上映 但是由于后期制作过程时间紧迫 不得已掉档 不能够在原计划的暑期档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对于肖战来说 没记错的话 肖战本身都没有官宣这部电影会在暑期档上映 中营董事长给出的官方消息是在今年上映 还是全球同步 并没有准确到日子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没有关系 不管什么时候上映 都可以接受 也都会去电影院里支持肖战 这种态度亘古不变 如今网上越来越多的声音都在谈论肖战 暂且不说肖战新电影《国庆节》上映 网上还曝光了肖战非常多新剧和新电影 这种状态持续很多年了 总之祝福肖战 作为当之无愧的国际巨星 网上必然会有非常多关于肖战的话题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 作为小飞侠 一定要做到景言盛行 专注自家 一切都要以官方发布为准 支持肖战不离不弃 肖战顺顺利利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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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